韩国瑜提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在高雄上班 获得网友压倒性认同 中国台湾网5月15日讯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接受专访时松口表示 愿接受国民党征召 参选2020 更表示选上就在高雄上班 对此 台湾中时电子报昨日推出网络投票 广邀网友参与投票表达看法 截至今天早上7点半 由高达92.6%网友同意韩国瑜当选后在高雄上班 力挺韩国瑜 韩国瑜昨日强调 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若在高雄上班 才能真正达到南北平衡 这是双手掌制双子城概念 对南部县市甚至全台经济定会有帮助 他提及 当时是新闻界提到高雄市民心中有忧虑 甚至无法接受市长做一半跑了 他就接话说 其实市民的忧虑是多余的 假设是他选上台湾地区领导人 会在高雄上班 等于没离开高雄 而假设是别人当选 也愿意来高雄上班 这样南北平衡目标就非口号而已 是真正的行动 韩国瑜说 台湾南部经济冲起来的话 对台湾经济发展一定有很大帮助 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随时都可以找 不会太困难 重点是观念转换 对此 台湾中时电子报昨日进行网络投票 同意韩国与此想法的票数一路领先 截至今天早上7点半 有92.6%网友同意 仅6.42%网友不同意 0.98%网友没意见 其压倒性差距也显示出韩国瑜想法或网友认可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